佛陀在2500年前 他的这种理论佛理那些智慧 不是我们现在的人能够理解的 有几个人能够理解2500年前 佛陀说的3000大千世界 就像现在科学家验证的 这个宇宙空间有将近3000多个 为这个地球一样 就这种星球一样 过去我们怎么知道有太阳系银河系 我们怎么知道四维空间五维空间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当中 什么都不懂 知道什么叫不懂 那就叫无名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很多人借着自己一生的时间 揭示他一生的真理 其实就是他一生的命运 而对你这些所揭示人生 实际上你的人生 你做出来的人的一生 你的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实际上只是对他的一种评判和借鉴了 这个人成功了 有开悟了 没开悟了 就像师父昨天讲的 如果你的人生能够重新再来一次的话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可能都是成功者呀 因为我们的失误无名造成了我们到死的时候才明白 我们不应该追求这些虚幻 无实的人间的物欲啊 所以一定要懂得早一点开悟 早一点忏悔 你才能早一点得到证悟啊 根据你们的掌声来判断 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悟了 这个 如来所说最重要的 实际上就是佛 以后记住了 如来这个名称就是个佛 跟佛的名称是一样的 如来所说最重要的 他就是告诉我们人间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只有你亲自证实验证 才能成为你心中唯一的真理 所以你们要去行 要去好好地去行佛道 你们好好地要去实践 所以很多人现在学佛 都是通过自己许愿放生念经 得到的证悟 所以你们才知道 什么叫证法 给大家换换脑子 讲一个笑话 也是要验证的笑话 有一个老婆 想愈弄自己的老公 愈弄自己的老公 她留下了一个纸条 放在桌子上 她说老婆我和你过够了 我们已经够了 我走了 然后躲起来 躲在桌子底下 观察老公的反应 老公回家 一看到纸条之后 又唱又跳 一边换衣服 一边打电话 宝贝啊 那个娘们终于走了 和她结婚 真是我瞎了眼了 你等我啊 我马上去见你 砰 把门一关 老公跑掉了 哎哟 这个妻子没料到 会这样的结果呀 悲痛越局啊 越觉啊 准备打包离家呀 哎呀 哭啊 难受啊 这个没良心的臭东西呀 结果 她看到老公 在自己的纸条下面 也写了几个字 她一看 你这个白痴 我都看到你的脚了 我出去给你买洗洁精了 世界上不管什么事情 要亲自验证 才能证实 听懂了吗 修行人生必须把握的五个要点 第一 写一下 当诗人 有吗 当诗人 诗人不必探镜 探镜则多冤 看到吗 一个人 做人 要能够 诗人 就是认识别人 如果你认识别人的话 你跟人家交朋友 你不要探镜 什么叫意思啊 就是不要问人家 问到底呀 你家里怎么样 你的老婆怎么样 你对你怎么样 你的家庭财产怎么分呢 你的一切 你不要探镜 如果你这个人 认识的朋友 你如果对人家探得镜了 好了 到底了 则多冤 人家会怨恨你的了 很讨厌的了 做人啊 当诗人 诗人不必言镜 言镜则无有 你要懂得 每一个人 你知道的这个人 跟你交这个朋友 这个人 你做什么事情 不要讲 把话都讲完 就是讲到底 因为你把话 什么都讲光了 哎呦 我真的 我这个人很知道 讲到最后啊 我告诉你 言镜则无有 没有朋友跟你交的 当责人 如果一个人 要责备别人 责人不必科镜 科镜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如果 讲人家不好 你不要把话 讲到绝顶 不要讲到绝顶 科镜 则重远 如果你经常 为了 责骂 责骂人家 责怪人家 你把话 讲到底了 重远 人家看见你都怕 每个人都逃走 重远 所有的众生啊 众人啊 都离你很远 看见 看见吗 做人 中国传统文化 厉害吗 当敬人 敬人不必 悲敬 悲敬则扫骨 就是我们 尊敬一个人 但是敬人 尊敬人 你没有必要 悲敬 就是 你这样的话 你悲敬 则扫骨 你没有骨气了 听懂吗 当让人 让人不必退敬 退敬则路难 你可以让别人 但是你不要让到 自己都没有退路了 你因为退到尽头了 你以后的路 就很难走了 所以学佛人 要有境界 看得远 有度量 要能看得宽 有涵养 要能致辞 有锋芒 要学会收敛 所以人成 即佛成 这就是中华文化 与佛法的 合二为一 这就是 人间佛法